香港迪士尼乐园很高兴 今次获得Job Market第四年颁发卓越雇主大奖 另外同时获得卓越健康与幸福策略大奖 赞赏文化大奖和同心抗疫关怀雇主大奖 多谢Job Market给我们的肯定 香港迪士尼乐园一向都很注重人才 亦都很注重我们同事的发展 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多元共用的工作间 并且给予同事适切的培训 令到他在市场上得到相当的发展 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理念 包括Cast First和Happy Me Happy Guest Cast First展现了我们对同事的重视 而Happy Me Happy Guest 显示到我们一直都很努力 为同事构建一个多元和开心的工作环境 我们很鼓励在工作间之间的互相赞赏文化 因此我们设立了一个快速简易的系统 Recognize Now 让同事可以很容易地赞赏和鼓励 他身边的工作伙伴和其他同事 另外我们也设有 华特迪士尼典范全城大奖 特别是希望同事鼓励那些同事 在启迪、创造和梦想三方面 有结出发展和成就的同事 给他一个鼓励和肯定的 我们努力构建一个赞赏正面的工作文化 除了我们获得卓越雇主大奖之外 我们之前也获得很多其他奖项 包括毕业生提升大奖、培训大奖等等 这些都证明我们深受年轻人和毕业生的欢迎 而且也证明我们过往对提升演艺人员的工作技能的努力 看到同事有良好的表现 除了赞赏 我们也有完善的培训计划 我们特别设有一个领袖培育计划 特别针对一些有潜质的前线同事 去教授他们一些日后进升管理层的时候 所需要的必要技巧 协助提升他们的技能 帮助他们发展事业 明天当他能够进升管理职位的时候 自然能够有信心应付挑战 实现工作上的梦想 成就更加大的可能性 乐园一直提倡Happy Me Happy Guest 除了希望令奔客奔至如归之外 也希望我们的同事有一个开心的体验 我们最近将同居伴侣列入家庭成员之一 另外我们也深增设了三星期的育儿嫁和亲子嫁 希望我们的演艺人员有更多时间享受家庭生活 我们今年2月更加首次在乐园举办一个大型的职业博栏 名为迪士尼创梦家开放日 吸引了很多社福机构、学校和学生来临参观 我们会一直支持这些机构 啟发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技能的人士 去展示他们迪士尼的梦想 希望吸引他们加入旅游和娱乐表演的事 另外我们也设有外间监分及资助计划 鼓励同事进修一些和现在的工作 或者他们未来想担任的工作相关的课程 另外我们也会尽量配合同事的学习需要 在间期和工作时间内作出调配 也会提供考试价,方便同事应付外面的考试 让同事可以充实自己,为自己的未来 创造梦想,带来更多动力 香港迪士尼乐园一直致力为奔客提供奇妙服务体验 继迪士尼全新的奇妙梦想城堡落成 我们也推出全新的城堡会演项目 包括日间和夜间的大型会演 得到香港人的欢迎和支持 赢尽香港市民的欢心 香港迪士尼乐园今年踏入第18周年 我们将会有更多精彩活动和体验推出 包括万众期待的魔术奇缘世界 将会在下半年开幕 为了配合旅游业复苏 亦准备迎接更多旅客来临香港